Walk in it is our mutual encouragement 我们请翻开以赛亚书30章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 30 以赛亚书30章 Isaiah chapter 30 请读20节 30章20节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 你的教室却不再隐藏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室 21节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这是先知当时候传达给百姓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神虽然用艰难困苦来刑罚他的百姓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他的这些百姓 能够真的回转归向神 要让他们要让这些神所爱的百姓真的看到神的用心 像一个非常慈爱的老师 要教导他所爱的这些人学习这个功课 他说这个教师不再隐藏 他是显然的让百姓都看见 也知道他的作为 然后 他说 你或向左或向右 当你要偏向左边或偏向右边的时候 你会听到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就是不要偏向左右 要走在这条路上 你看这个经文 他特别说 就是那个声音是在你的后面讲的 也就是说 他并不是在你前面 拉着你的手 说走这条路吧 他是在后面 看着他的百姓 然后在注意看他们的一举一动 当他们要走偏的时候 就跟他提醒说 不要转出去 要走在这条路上 他表示说 那这个教师 他现在扮演的角色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 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他是在前面走的 然后 他走在前面 让所有的百姓跟着后面 就像一个牧羊人一样 他在前头带头 然后这些群羊就跟着他走 因为 那时候百姓 他们不知道那个路在哪里 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以前神的角色 他是自己开那条路 走出来 然后 他的所有的人 就跟着他在后面 就对了 你不用去担心 前面那是什么路 我们来看 民事物记第十章 这是在旷野的时代 这是神 他的作为 民事物记第十章 看第三十三节 十章三十三节 以色列人离开神的山 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 主的约会在前头 行了三天的路程 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 三十四节 给他们拔营往前行 日间有神的云彩在他们以上 你就看到 这是在旷野的时代 神 他说用他的约会 在前面先走三天 这个路先走出来的时候 才给百姓跟上来 因为前面的路 百姓他们不知道 每一站都要 这个约会先走出去 然后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 停住了 那他们就扎营 三天的路程表示 可以走很远了 但是因为有 这个约会上 他说有神的云彩 在带头 所以百姓他们很远 远远的地方就会看到 这个云彩所走的路线 那他们就知道说 这个就是从这里 到那边去要怎么样过去 那等到到了加安地以后 那百姓他们就各自住在他们 被昏陪的地方了 那他们现在 其实已经都知道那条路了 因为当神颁布了律法 给他们这些所有的诫命 律律典章以后 他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应该要走 什么叫做神 要他们走的路了 律法 神的要求 让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哪一条路是神喜爱的 什么样的路是神厌恶 所以不可以走的 所以神的话就成为他们的规范 因此摩西他在 越南河东 他要离开百姓以前 特别跟他们重申了 神的律法 藉由摩西来宣告的 就是说他现在把生命跟灭亡的路 都摆在百姓面前 他现在要百姓去选择 生命的道 因为神 他给百姓这些律法 他的信息 就是铺了这条路 让他们遵行 他们如果遵行 他们就得福气 那他们如果偏离的 就会遭害受咒诅 我们现在请看 生命纪三十章 生命纪三十章 看第十九节 三十章十九节 我今天 呼天换地地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命 祸福 沉迷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选择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 都得存活 第三十二十节说 且爱主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 专靠他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 也在乎他 那这里就是 现在 摩西他跟百姓说 我现在 把生命跟祸福 沉迷在面前 那你们要选择生命这条路 如果能够遵守 听从神的话 那么 他说神就是成为 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这一条路上 在神所应许的 这个福气里面 都有份的 所以当百姓 他们进加拿地以后 他们那个路 已经很清楚了 只要照神的分路去做了 就是生命的路 现在问题就是说 知道以后 他要不要走上去的问题而已 因为并不是说 我不知道什么是神喜爱 什么是不喜爱的 所以我做错了 他们如果做错事 是因为他们选择 他们选择 圣经里面讲这个 祸患 而不是选择生命 但是神的意识 神对百姓的要求 就是要他们走在这条路上 不要去选择祸患 要选择生命 所以你看现在神的角色 就跑到后面去了 他要百姓自己去选择 自己去走 可是神也不是说 我就不管你们 让你们自生自灭吧 他反而是退到后面去 然后时时的在看着他们百姓 然后呢 看他们要转离开的时候 就一直跟他提醒说 要走在正路上 不要离开 这个就是神的另外一个方法 在爱他的百姓 因为在以赛亚书 从28章到33章 我们就看到了 神对百姓的提醒 为什么 为什么 以赛亚先知会一连串的宣告 他说有祸的 祸在祸在 因为当时候百姓 已经要转 已经离开了神的这个正路 那现在神要百姓转回来 当一个人如果不是走在神的正路上 是很危险的 因为这条路 你看每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 都认为说他走的这个路是对的 我们如果知道我们走错路 我们一定会转头的 就好像今天我们要去一个目的地 如果我们后来发现 我们走错方向了 应该往北的 现在跑到往南边去 一定会赶快转回来 问题是有时候不知道 不知道说这个方向是错的 他一直以为说会到达到那个目的地 等到走到底了才发现是灭亡之路 那就太慢了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 用神的话语来调整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所走的路 因为人以为正的路 往往都是灭亡之路 看诗篇 看箴言第十四章 箴言十四章 十二节 箴言十四章十二节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这条路如果不是神的路 我们是我们自己以为正的 那就危险了 今天人自己以为正路 有很多很多种 有人觉得说我心存善念都不做坏事 我就是对的 所以就认为说我今天如果行善事 我不存恶念我就可以得救 为什么不能得救 有人觉得说生命就是这样子 要及时行乐 所以今朝有酒 有酒就今朝醉吧 反正明天要死了 就吃吃喝喝吧 抱着这样一个观念的人 他也是觉得他走在这条路上是值得的 但是圣经说这个至终都成为死亡之路 但是神认为的正路一定只有一条 很多人认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想要得救 所不同的方向不同路而已 所以信这个也可以 信那样子也可以 不管你用什么 反正你就是都会达到同能的目的地 但其实不是这样 神的正路一定只有一条 因为这条路是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 它是很简单很明白的 不会即使那个愚昧的人都不会走错的 而且一定只有一条 不会有很多岔路 然后等到走出去忘记的 然后就走迷了 所以神的路才是真的正路 是会让人得救的 那人的路之所以会灭亡 是因为往往人的路都是走在罪恶的路上 神的正路是叫做圣路 就是圣洁的路 但是人的路通常都是罪恶的路 我们现在看真言第四章 我们现在看第二十六节 四章二十六节 要修凭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二十七节 不可以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二十七节 不可以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神的路是正路 就是没有不义 没有邪恶的 但是人的路 往往可能是充满罪恶 你就是看到 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标准 教会里面所教导的 跟这个社会 所给我们的信息是不同的 这个社会是要求 你只要舒服 你只要认为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绝对的 所以你就按照你的情形 就因地制宜吧 就开始调整了 但是神的路不一样 神的路是很清楚 很绝对的 因为神绝对不会 今天这样子 明天又改变了 所以神是圣洁的 圣洁也是绝对的 因此他这里特别习惊说 他说不要偏左右 要使我们的脚离开邪恶 所以这条路 就是圣洁的正路 那这个就是神的 神所设定的 那当时候 以色列的选民 他们其实 已经都偏出去左右了 我们现在如果看回来 以色拉书三十章二十节 当时候 这些百姓 神给他们 艰难当饼 困骨当水 这个艰难扁 困苦水 就是 吃得很难过 就是不好吃 不好喝的 但是 不好吃不好喝 可是又可以让他们活下来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艰难困苦 就是当时候 他们遇到很多的患难 外面很多的 敌人 要来攻击他们 那其实是因为 百姓 他们当时候 在神眼中 是悖虑的儿女 第三十章的第一节说 神说 获哉这悖虑的儿女 这些儿女是他的儿女 他们这些儿女成为悖虑的 就是不听他的话的 那不听话 他怎么样不听话 他说他们 同谋不由于我 结盟不由于我的灵 以至罪上加罪 也就是说 他们当时候 已经不会想要听从神的指示了 那所以 他们已经从这个正路上离开 其实 以撒尔书里面这里所宣告 这些祸 就是当时候百姓 他们走错路的 具体的市政 就是他们是怎么样走偏的 那这些宣告 这些提醒 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解 那这个就是 我们从历史里面去学 学到功课 百姓他们会走错路 这个事实 今天很有可能会重复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 我们很有可能也会成为这个悖虑的儿女 如果我们不听这个神的声音 当时候神 你看一开始以撒尔书第一章 神就发出一个叹息 他说我这些儿女竟然不认识我 牛驴都认识主人 但是我养大的儿女却不认识我 那表示他们已经听不见神的声音 也不愿意走在神的路上 你看在这几章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祸 我们这个礼拜在读的这些进度 我们看到百姓他们当时候 在哪个路上走错了呢 哪些方向走错了 我们如果看二十八章的第一节 二十八章第一节 他说 这里是说 带着这个骄傲冠冕的人是有过的 他们用这个骄傲来觉得是冠冕 就是他觉得说 他所做的事很对的 他觉得他是很有成就的 他也是住在 事实上也是住在肥美谷的山上 他整个的环境啊 各方面都觉得很不错了 但是其实 他们就像江蝉之花一样 已经围在旦夕了 可是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已经酒醉了 他在自己的这个成就里面 他自己现在这个享受当中 已经迷失了 所以他基本上已经不是走在神的正路上 那这个已经偏出去 神就透过先知说 或在这样有或要转回来 你看当一个人如果九岁以后 他就已经分不清楚什么叫做对的或错的 或是有价值没价值 然后对神的提醒 对神的那个法则 就藐视不相信 所以当时候 这第一个或讲的就是 百姓藐视神 不相信神 他藐视神 接下去一定是藐视神的信息 所以二十八章的第九节 他们藐视先知说 你要将知识教训谁呢 你要使谁明白传言呢 是那些刚断奶离怀的吗 也就是说 先知你要讲这些话 像教小孩子一样 一直重复 我们不是小孩子 你不要跟我们讲这些了 因为他们当时候已经定了一个心意 想要去寻求他们自己的方法 他们不想接受神的劝勉 把神的命令摆在旁边了 所以他觉得先知的信息很啰嗦 说你这里加一点 那你加一点 那一直重复 利上加利 利上加利 都是一直重复的东西 当时候其实百姓 他们就是已经走入了藐视神 不信神的这个错路里了 结果当然神就 就透过先知提醒 这是有货 神要审判 要他们回转 我们今天要常常去想想 我们对神的命令 会不会觉得很繁琐 就好像我们在灵魂期间 传道跟我们所分享的 在马拉基书 神跟人的关系 出错的出在哪里 出在人认为神的命令很繁琐 就是觉得说神的这些要求 好像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其实神的方式是最有效的 最重要的 因为人是神造 神知道什么方式 对人是有害 什么死 对才是真的有益的 我们要反省 我们对神的这个话语 神的命令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如果发现 有偏差 要赶快调整回来 要真的听从神的信息 我们要听 愿意听 神所说 这是正路 看第28章的12节 他承罪他们说 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 这样才得安息 才得舒畅 他们却不肯听 他指的是神 主曾对百姓 先知记事这样说 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 这样才叫做安息 才叫做舒畅 他们却不要听 那表示说 他们就不愿意 走在这个正路上 当然就继续走在 错误的路上 然后接下来 就是刑罚审判就来到了 然后接下去看 第29章第一节 或在亚利一勒 亚利一勒 大卫安营的城 任凭你年上加年 节旗照常周流 那这个或 我们在星期二聚会的时候 已经有详细谈过了 那这个在说明 当时候百姓 他们其实只是表面上 表面性的敬拜 形式化的信仰 并不是真实的 从心里面敬畏神的 他们认为说 我们这个城市 大卫安营的城 很坚固 很有保障的 加上他们这样子 节旗照常周流 就是立法规定 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们都有做啊 但是神说你们有获了 所以现在神判定的不是说 你到底有没有做 你做了什么 神不是只有看这些表面的而已 神是看到我们做这些 这些动作行为的 真正内心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是为了要得到 人的称赞 然后只是说 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 还是我们真的是 心里面会敬畏神 然后会想要 遵从神所给我们的吩咐 29章的第13节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不过是 领受人的吩咐 所以当我们敬拜本身 只是出于传统习惯 人的吩咐 那这样子我们走的路 其实已经偏差了 我们要时常的 来反省我们自己 敬拜神的动机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来聚会 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 这些东西 我们是为了别人做的 还是真的我们 想要亲近神 我们很自然地做出来的 神要我们走的正路 就是真的用心灵诚实 拜神的 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第四章 看第23节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真正拜神的 用心灵 就是用圣灵 用诚实 也就是用真理来拜他 真的从我们的心里 发出来的敬拜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祸里面 他所提出来的 给我们的警惕 也就是百姓他们走错路 神要他们回转的提醒 看回来以赛亚书29章 第15节 或在那些向神深藏魔略的 又在暗中行事说 谁看见我们呢 谁知道我们呢 这个就是当我们认为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来向神隐藏 认为神不知道 这样的人就是有祸 我们如果了解神 我们就知道神的眼目 遍查全地 诗篇139篇第一节是说 我们今天话还没有讲出去 神都已经知道的 所以诗人 你看第23节 他就说 主啊 你来 你来检查我 检查我的心思意念 看看我心里面也没有什么恶行 一些不好的意念 表示我们相信神 检查一切 祂知道所有的细节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神有这个特质 我们没有办法向神隐藏 那我们随时都会很小心 很注意 我们会敬畏神 我们不会把事情颠倒了 因为当时候百姓 他们把事情搞错了 29章16节说 你们把事情颠倒 你岂可看姚将如泥吗 被制作的物 岂可论制作物的说 他没有制作我 或是被创造的物 论造物的说 他没有聪明 我们要了解 我们只是一块泥 被神所塑造出来 我们是很脆弱的 神是造物的主 我们是被祂创造的 所以我们一切神都清清楚楚 没有一件事可以骗得了神 即使我们心里面 潜意识 我们的任何一个想法 神都知道 那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 我们会常常反省的话 我们就在神面前 会常常要去存一个 无愧的良心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在迷糊当中 我就忘记 神其实知道一切了 这个先知的提醒 要让我们回转 第四个或 也就是另外一个 百姓他们当时候错误了 三十章第一节 我们读过的 他们当时候 他说他们想要去计划什么 做什么事情 他们便没有求问神 他们已经打算要去 当时候百姓是想要去求埃及了 他们怕当时候先知知道 因为他们知道 先知一定会禁止 所以他们就不要 让先知知道 他们当然也不会想去求问神 问神说可不可以 所以这个悲逆的儿女 他在做决定的时候 他又不去 不去想到神的意见 这个叫做罪上加罪 所以你看 这件事情要让我们想到 今天 我们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 一定要求问神的旨意 就像我们刚才诗歌 四百连二所唱的 神的路是最好的 神的路是对的 所以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想到 求神帮助 求神指引 如果我们做决定 我们没有想到神 其实我们已经在走错路 已经偏向左右去了 因为神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 我们人基本上眼光短浅 我们很容易被这个 这个表面性的一些现象迷惑了 我们会看不清楚 背后真正的那个路线是什么 但是神 祂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求问神 神就会让我们明白 祂会启示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要尊重神 就好像我们做儿女的 要尊重我们的父母亲一样 我们世上的父母亲 其实他不见得 在各方面的程度 知识上会比我们好 但是我们的天父 祂肯定什么都比我们强 我们绝对没有一件事情 能够超越祂 所以如果我们便利寻求祂的帮助 祂的指引 我们一定得福 所以尊重神就是 我们会时常去祷告 然后去读圣经 去看到祂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指示 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说 我有啊 我祷告啊 但是我就觉得 还是不知道啊 那不是说我们祷告 或者我们读圣经没有用 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的读圣经 还不够好 程度不够深 所以其实我们要继续地在道理上下功夫 要去追求的 我们要继续祷告 等候神 因为当时候 神要他百姓 要等候 因为神有他的时候 神有他的做法 结果当时候的 祂都是 神有名的 神有的 祂都是 神有的 神有的